台北市聯合醫院其實從108年起都有SOP 就是說在聯合醫院住院的病人 他的陪病的外勞 其實護理站都有去查核他的身份 那其他的大型的醫院也都有做清查的機制 只是有一些狀況是他們連政権都是偽造的 所以會造成醫院查核上的困難 這個現在都是由移民主要的一個一個指揮案面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還需要跟中央更好的配合 我們的想法是現在以防疫優先 先把防疫的部分做 如果你把他都逼出去醫院的他在外面流竄 那也是另外一個防疫很大的選擇 所以重點是先找到讓他不會在醫院流竄 第二個就是他在外面他也願意出來 好好的包括他有狀況也是願意出來求救 我們現在是在各團體相關的多語言的方式 但是在不同的團體讓他們知道說他們需要的幫忙的時候 是可以得到援助的 我們現在對於外勞的部分我們認為說是人道關懷 然後防疫優先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目的不是要把他抓出來 而是要讓他不要成為防疫的缺口 所以中央我們昨天也去跟 因為市長那天指示之後我們就去跟中央請示 其實勞動部跟相關的單位都是認為說 尤其是警政署他們也是希望能夠開拓 之前他們有做過一個自首專案 也就是說你來自首的話 第一罰則會發環會減輕 第二個遣返的時間會縮短 第三個讓你再回來工作的機會會增加 那上次開了這個專案就有八九千個 逃跑外勞自首 所以這次如果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對於他們出來願意來自首 然後增加我們這個防疫的可控性 這個是有幫助 但這個是中央的法規 還是希望中央能夠變出來